Hello 大家好 這次的影片大家看到這個介面就是Discord 這裡也有說到是什麼 就是我在1月1日開了一個頻道 Discord的頻道 給大家作為一個許願 許願可能2021年想看什麼類型的影片 一至兩項左右 不用太長 生活或者遊戲影片 Ford和DIY的生活工具 以往遊戲影片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可能我以前有些遊戲未玩完 你想看我玩的 因為有時候我會忘記了那些遊戲 因為有時候如果熱度沒有那麼多 很快就會慢慢忘記我以前玩過的遊戲 就是1月1日開了一個頻道 還有這裡也想跟大家通知 或者招募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未進這個Discord 大家如果有興趣 想進來 可能有時候有些活動我會在Discord搞 或者是你想收到這個頻道的通知 也不妨進來Discord 進來跟大家聊聊天也可以 好了 回到今天的影片的主要內容 就是究竟想看拍了什麼類型的影片 這裡我就不開名了 我這裡就不開名了 現在就會回覆一下 以及回覆一下別人的許願 OK 首先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 與GS或其他開咪觀眾玩合作遊戲 相信這個也會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要看看有哪些合作遊戲 據我所知 跟GAS開咪那些以前都有 就是玩那隻捉鬼遊戲 但是 其後都沒有什麼合作遊戲 可以說是吸引到或者好玩 下一個 給你爆衣三秒派交片 這個就屬於一些很小品 而我暫時沒有可能爆衣 有些難度要爆衣 希望遲些會有機會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一個叫做創意手工藝 創意手工藝應該都是一些DIY 即是DIY 一些生活創作 或者是一些寵物的用具 寵物的用品之類 我都會歸納在創意手工藝 我自己都有很大機會上 我會做這些事情 以前 我記得我在1月1 不知道可能2020年的12月 都有說到 就是想開始做一些手作 DIY類型的東西 例如可能在生活上用到的 一些DIY工具等等 遲些都會有機會做這個DIY OK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這個健身 健身的影片 但自發自己健身 其實也不是很健身 所以有點難度 因為 因為我就不太喜歡去什麼 健身房 不太喜歡去健身房 我喜歡比較單機向的健身 不太喜歡去健身室 所以 嗯 少一點機會 少一點機會 做運動也有機會 但做運動好像沒有什麼看 對 不知道這位留意的會不會說 做運動很好看 很想看 看看怎樣 OK 下一個就是這個Fever經理人模式的直播 那就不歸納在這裡 因為暫時這個頻道只是講影片 所以這個直播就沒有關係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這個金鐘會聚 金鐘會聚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到這個連登的一些影的文章 應該都會知道 以前他們有搞到一個聚會 就是這個金鐘的麥當勞 一個聚會 對了 那 本人就 一般 之前直播都講過 對於這個麥當勞 其實是一般 不太喜歡吃的 會聚是可以的 但到時候先看看情況 現在都沒什麼可能會聚到 我想未來這一年都不用聚了 這一年如果你想出街吃飯都沒什麼可能 相信 但是 依然有機會 一天 真的 我2021年看可能夏年都可以 夏年都可以 但今年就真的難些 因為如果你要聚 多數都會在可能 下午 下午時間 但都是兩個人 兩個人算不聚 都算聚 連隔離台也算聚 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出海釣魚的天 出海其實我很小時候都出過 可能幾年前 應該 七還是八年前 七還是八年前就有 但現在就沒有 因為出不了海 出不了海 就很難 你說岸邊釣魚都還可以 而大出海就少一點機會 少一點機會 因為要訂艇 那些東西很麻煩 還有我就不喜歡出海 我喜歡在岸邊 在岸邊釣 下一個就是這個 貓咪字 貓片 貓片自己都會有 但我也 在想一個方法 想一個方法 如何拍會好一點 如何拍有什麼可以拍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這個 藥肢訓練家 有個名字 有個名字 藥肢訓練家 藥肢訓練家是什麼 藥肢訓練家是什麼 有一個就是關於我玩PoketMMO的時候 一些 一個老內的思考 就想了一個構思 一個老徒出來 這些藥肢訓練家 是一個類似 一個訓練家 可能就是 跟小子一樣 都是想成為精靈大師之類等等 這個可能會是一些什麼 同人的畫畫之類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也很難去實現 很難去實現 或者去做 因為都有很多麻煩的東西 下一個 好 這裡有一個 下一個就是 興趣遊戲的精華 這個範疇也很大 玩得多數都是有興趣 是真的可能 沒什麼興趣 可能只有兩隻左右 兩至三隻左右 其實都多興趣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 駱黑人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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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EXE是哪一隻 我也不知道 印象中我其實玩駱黑人的次數都非常少 都沒有什麼 玩過 後來也不知道會不會有機會 看看會不會 深血來潮想玩 因為 本身沒有玩過 其實大概都很少會玩 例如 駱黑人類似連載的系列 你可能小時候沒有玩過 你大概都很少會玩 例如Pokemon 你小時候沒有玩Pokemon 可能 綠寶石 藍寶石 金銀 之後那些都可能未必會玩 即是現在出到劍盾 但你其實沒有什麼 真的不會玩 例如 你以前有玩過 可能現在就會買劍盾來玩 但如果你以前完全沒有玩過Pokemon 這個系列 你日後要出什麼劍盾 槍刀 然後什麼槍炮弓 全部都未必會玩 我相信 駱黑人也是一樣的道理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玩 有多個駱黑人 OK 最後有一個叫日常科 這個算是比較大的範疇 大一個類別 我自己就未知道 我自己都未知道日常科 是有什麼可以拍 尤其是現在都沒有 我也想到 其實我這一年都想做很多 跟以往頻道不同的影片 因為大家看這個頻道主要都是遊戲頻道 但遊戲頻道在香港實在 相對地小 相對地比較小 因為怎樣感覺 因為香港人會看回香港人的遊戲影片 其實都是偏 不算說真的很多 因為實在太多東西看了 現在Youtube上 不要說Youtube 可能其他Twitch Youtube 可能其他Facebook 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遊戲直播 遊戲影片等等之類 那 我自己 我自己都不是說 所有的遊戲都是看香港的 我可能看不同地方 香港台灣 日本 那些都有 但我就知道 其實在香港做遊戲 其實開始越來越小 因為那個 競爭太強了 如果你沒有一個特定的特色 其實很難發揮下去 很難做下去 那我自己都知道這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可以有什麼遊戲可以玩 譬如 譬如 譬如有一些 可能有一隻 專 專門做過一樣 專門做過一樣 譬如是什麼 PS4那些 高畫質那些 或者可能任天堂 一些創作型的遊戲 但我自己就沒有什麼定位 沒有什麼遊戲的定位 OK 那暫時 這次的回覆就來到這裡 感激各位的一些 許願 感激各位的一些願望 希望 有機會會實現 還有再次 講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 進入這個DC頻道 歡迎進來 和大家聊聊 有時候我都會做一些活動 譬如在許願區 等等之類的東西 給大家去參與一下 那這次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吧